到那個公有的啊 所以其實這個怎麼來的 其實我也是從那個CSV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到那個 台北市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官網 那我是找旁邊這邊有資料格式 找CSV 所以CSV裡面還有這麼多啦 不過你可以找自己有幫助的啦 什麼藥局 這藥局是什麼 藥局的位置嗎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你也可以什麼 自己啊有啦地址電話 所以未來你可以再結合上Google Map 比如說做完之後再呼叫Google Map 然後呢去打地標 馬上一個地圖就出現了 對不對 那離你家最近甚至可以幫他分析一下 只是說這個藥價有沒有開 有沒有那個公開 因為不知道如果說他有公開 資訊的話 甚至你也可以自動幫他分析哪一個地方 離你家最近 然後他賣那個藥最便宜 哇這樣其實又是一個很棒的服務 只是說前提是資料要有啦 所以這個也許你也可以拿來當 我們的參考資料 然後還有什麼再生家具 什麼都有 還有什麼自行車停車場 諸如此類的 那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台北40 最後其實 我們把它抓下來 所以其實都是套 一樣的公式啦 只是說我後面呢 我有把它補一個叫Drop Table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Drop Table 舊的還在 那你一直新增都同樣的資料 那會 會很奇怪 等於是重複資料 除非 那如果你有Primary Key的話 你一新增他就錯了 因為他不能重複 OK 所以這部分我是把它做Table 加一個什麼呢 if it is 如果有存在 我就把它刪掉 如果不存在就不刪 那其他的話大概就底下 所以我有把那個雲端上面 的這個 剛剛做好的 我有把它做一個Mark 所以這邊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那其他部分的話呢 當然還有查詢 那怎麼把它查回來 所以如果我今天已經把它 除了說我可以用 那個上次給各位那個小工具 Seqlite Browser之外 我也可以呢 把上個禮拜的這個有沒有 其實 你會發現用來用去 最基本的一定會有 哪三個 這個 這三個一定要有 然後面的話是透過這個Cursor去Execue 所以基本上 最重要的就是 這幾個啦 所以 這一行是建資料庫 這一行是建資料表 的物件 所以這個是物件 物件放哪裡呢 放記憶體裡面 然後最後執行的話是透過這一個 這個那個Cursor去Execue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語法寫在這裡 讓它Execue 寫在這邊 但你想說老師我可不可以直接 直接這樣更簡單 就是說我乾脆 把這一行 不要直接搬到這裡來 可以啊 少一個變數而已 OK 那所以我們一樣可以把那個 零售的價錢 把它抓下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print出來 所以我這邊的話一樣 可以把所有的資料給print出來 只是說我這個print的結果 沒有加上那個順序 所以你後面呢 假如select的所有 from什麼 from哪一個table 所有欄位嘛 那後面的話你可以 Orderby 你也可以加一個 排序 排序 當然在 那個Cicl語法裡面 Orderby哪一個欄位也可以 地增或地減你也可以再加一下 所以請各位細節部分呢 參考一下那個Cicl語法教學網站 裡面都有詳細說明 你可以把那個語法加在這個地方 他就會幫你把你要的結果給變化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能夠把 CSV抓下來之後 接下來再來看 第二個重要 的格式 所以 CSV有這麼多 你會發現 123 10 還有嗎 好像還有 還有300多 比 所以裡面 請各位回去 這請 找個 幾個吧 你把它要練功好了 如果可以每個每個都 破解了 這樣的話我想 你table 資料就累積了 所以 要AI之前 還是要有 Data 如果沒有Data的話 就AI不起來了 所以其實這個 智慧累積 至少要用Data 那這裡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來看什麼呢 除了說CSV之外 還有 Jetson 所以下一個的話 我們再Jetson Jetson的話呢 他的格式 其實就是 KeyValue KeyValue之前我們有講過一個 叫Dictionary 字典的那個 資料形態 其實 Jetson 丟過來 直接就可以放Dictionary裡面 非常的簡單 那Dictionary 其實我前面講過了 你可以把它 看成兩個list 有沒有 一個Key 一個Value 你就可以把它爬出來 分出來 OK 所以呢 我們 假如我今天呢 這邊有很多 那個 練習 那其中我這邊 Jetson裡面呢 我找到一個 找到一個什麼呢 台北公園景點好了 假設這一個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公園景點預覽一下 一樣的方法 裡面的話他大概放了這些東西啦 就是ID 然後他的什麼呢 公園名稱 公園名稱裡面呢 有哪些景點 跑掉了 按照ID 而且可以排序 比如說228公園 他有什麼 急功 耗毅杯 然後呢 他有一些減數 哇這麼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應該有去過228公園 不過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一下 有這個東西啊 甚至還有圖喔 不過圖的話 可能要另外爬了 比如說圖你要把它存成 就是存成檔案 但是用Binary 用WB的方式 二進位檔 才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張圖 再來也許可以把它秀了 不過我們先 暫時不考慮圖的部分 我們先考慮的是 假設我今天 希望把什麼 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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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義啊 這好像是建造 不是每一個欄位 Open time 公園應該都24小時 這個好像沒什麼意義 Image暫時 就是 Introduction 簡介 假設我希望 把我需要的欄位 給抓回來 那要怎麼抓 請各位第一個 先了解一下 那個台北市公園景點 那待會的話 一樣我們知道之後呢 下載這個地方 他一樣可以按右鍵 可以把它複製格式 不過呢你可以先 先下載看看 那怎麼去觀察 這邊下載 你會發現 下載之後呢 在下方會出現有一個 .json的檔案 副檔名是.json 那我要怎麼觀察比較快 我是建議 你還是裝那個什麼 裝 Nordepad++ 因為如果你用那個 計事本來開的話 他全部都是黑 而且好像這沒有那個 只有Nordepad++ 那開起來之後呢 怎麼樣觀察比較簡單 其實你會發現他變一串 我建議 1 檢視裡面呢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讓他折行 自動斷行有沒有看到 OK不然的話就跑到這邊去 自動斷行按一下 檢視自動斷行 可是還是 看起來很 很可怕 第二個請你 把編碼 語言的部分 改成 有一個叫 Jackson 不過已經幫你改了 那再來的話你可以觀察一下 他很特別一點是他 他最外面是大瓜糊 裡面呢是一個 啊不 更這樣 外面是一個中瓜糊 裡面的話是一個大瓜糊 大瓜糊的位置到哪裡結束呢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裡 這個意思就是 他的一筆資料 一筆Raker 那他的結構一定是 Key Value Key的話 等於是藍位名稱 Value KeyValue 第2個 有沒有PugName 這邊有沒有 所以你把這個PugName選起來 他每一個就是開圖 所以我如果今天要把我要的 爬回來的話 怎麼做最快 所以待會來看 那我們一樣 先知道要爬什麼 的網址在哪裡 第2個的話呢 知道他的編碼方式 理論上應該是UTF8應該沒問題 第3個就是 再把他的資料 下載之後 那可是問題Python要怎麼去接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Dictionary就好了 字典檔 字典喔 OK 可是要怎麼轉成字典 這個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